黑暗的力量 大家好 我是廢柴誠意勇氣 今天我想用5分鐘跟大家講一部 黃道二血神作 火影忍者 我的頻道主要是講述文化的軟實力 除了有關文化的介紹之外 都會分享一些個人的生活趣味 喜歡的朋友就可以支持一下 以下是一定推薦火影忍者這套動漫的原因 第一 故事完成度高 火影忍者這套動漫 我相信就算你們沒有看過動漫的朋友 都會有留意的 因為以前的小學生常常扮明媛 還有佐佐 千鳥 和千年殺 故事大約就是講 男主角窩卷明媛 成為火影的進程 火影作為一個之首 處理村內的大小事務 這個世界有五大國 火之國 水之國 風之國 土之國 雷之國 組成的 還有其餘的周邊的小哥 周五港 那 明媛 就是火之國 裏面做忍者 這是一個忍者的世界 明媛 入了所謂的第七班 成員有明媛 春夜英 宇治波佐佐 和他的老師 奇異木卡卡西 而他的故事 去到一個重點 就是因為 但是佐佐佐 覺得明媛就快要超越他了 佐佐 覺得自己需要變強 離開了這個木業隱村 經歷了很多之後 明媛就了解到了 如果他連他兄弟 佐佐都打不醒的話 自己又沒有資格做這個火影 所以最後 明媛就和佐佐 打了一場 然後又做回這個好朋友 亦都為觀眾 完成了他們的夢 第二 故事世界觀有趣 火影這個故事 由綠道仙人的母親 大同木輝夜姬 就是一個大同木族的神 因為一些原因 被人放到人間 他每天都會守護他棵神樹 希望有一天任期完結之後 就可以回到天上 但是好景不常 輝夜姬喜歡了這個人類的祖子國王 還生了一個兒子 叫做綠道仙人 祖子國王 就聽了其他國家的一些話 打算殺了這個輝夜姬 自此輝夜姬就對人類很失望了 所以對人類用了這個神美無限閱讀 令到所有人都去服從他 打算將來和他的兒子綠道仙人一起 幸福生活了 最後綠道仙人就封印了這個輝夜姬 分成了九個碎片 包括在一尾到九尾 錄到仙人就生了兩個兒子 後來就是這個 宇智波一族和千手一族的故事 宇智波佐助和 窩卷明門就成為這個命中注定的對手 第三 人物的細緻度高 火影當中的人物 也是相當之厲害的 男主角窩卷明門就是個孤兒來的 他的父母至少傷亡 基於他的身上有九尾這個怪物 所以其他人對他很守思 他因為得到伊勒卡路斯 作為劇中第一個支持他的人 才令到他沒有走上這個不歸路 第二 男主角 宇智波佐助 他自小也是父母傷亡 他有一個哥哥叫做宇智波友 因為他覺得他哥哥就是殺死他父母的兇手 所以從小就以這個伏手為身 其後就因為知道自己太過愚蠢 而跌入了黑暗 差一點就成為了這個殺人兇手 幸好有這個男主角 明門的幫助 才明白到自己的編執 除此之外有一些大角色 例如日向靈刺 李綠克也是十分精彩 靈刺作為日向家的天才 但是不幸運 他父親是刺子 真的不是這個繼承人 所以他決定為他哥哥而死 而作為婚家的靈刺 他頭上有一個皺印 所以就被人重搬 這裡令到他心不如死 最後 和明門一致之下令他明白了一些道理 最後為了救他妹妹 日向坐田 和明門就而死 隆終了最後都得到解脫 無遺憾 李綠克作為一個不懂忍術患術的忍者 一生都在練習體術 但是因為靈刺和佐佐的出現 令到他不斷不斷苦練 苦練 雖然最後他都是比不上他們兩個 但是他繼承了他的老師 怪物真秀海的白門遁甲 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 最後如果有什麼有何意見 都歡迎留言 如果喜歡的話就記得 comment like subscribe share 我是廢柴成義勇氣 下次再和你們分享一些有趣的事 誰都嫌不得了 就算是好 也算是好 是 嗯哼